拼拼着这道菜 喜欢蒜香的 千万不要放火 整颗大蒜切掉头部 放上一小块黄油 用锡纸包起来 200度烤在30分钟 虾仁多成虾泥备用 打开锡纸的一瞬间 大蒜是真的香 隔着锡纸把大蒜挤出来 趁热放入芝士片和黄油 搅拌均匀 倒入大半瓶的沙拉酱 继续搅拌 最后来点欧芹碎 颜色会更好看 切好的小花装入表花袋 用蒜香酱填补住 罚光所有的空隙 挤上沙滑 再来一层蒜香酱 第二层一定要抹得厚一点 烤下180度25分钟 像最近这种闷热的天气 一杯化煤凝香红茶 是绝对不能少的 5分钟就能搞定 倒入红茶水磕一下 来上一大口口醒凉 上香芝士 下火把罚也烤好了 表面那只烤的微焦的蒜香酱 完全激发出了香气 中间还有截然不同口感的Q弹消滑 以及烤的酥脆的法棍 快 做给大家等人吃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